大家好我是林子 今天買了這個小辣椒 好久沒吃辣椒了 有點馋 每次一做它都要吃三碗米飯 一起來看看吧 這是我們這邊的本地小青椒 我們用刀 給它按扁 這樣稍微按一下的話更容易入味 而且也更容易熟 全部拍好之後 給它放入盤子裡面 做這個辣椒蒜子是少不了的 準備一頭大蒜 給它用刀 按扁 然後加一把這個辣椒的靈魂 風味豆豉 接下來將鍋燒熱 倒入少許的食用油 拍好的辣椒倒進來 往裡面撒一點橘圓 用最小的果 將它調軟 調入味 一直炒到隔壁民居 都能聞到辣香味之後 像這個樣子 微微起骨皮 然後我們將火關掉 先給它盛出來 另起鍋 下入少許的油 小火將蒜子和豆豉 爆出香味 煎好的辣椒倒進來 加適量的鹽油 生抽調味 大火把翻炒均勻 炒至味味 大概給它翻炒兩分鐘 將辣椒完全炒熟炒透 像這個樣子就差不多 然後我們將火關掉 出鍋裝盤 哇看著就流口水 這絕對是火魚尖椒 最簡單粗暴的做法 超級的蝦米飯 如果你也喜歡 那就趕緊試試吧 好了今天的視頻 就分享到這裡了 我是林子 謝謝大家的支持